我是一只小小鸟 飞啊飞啊 王飞的广告 妈呀 翅膀怎么没了 小表妹 你在玩笨集吗 连安传神都不惜 谁都不服就服你 表姐你还笑话我 尸身之义才用没多久就坏了 摔得我四脚朝天干脑土地 小表妹别乱用成语 等等 你竟然弄坏了我的尸身之义 小也别说了 把你的交出来 要求你想什么呢 我也没有了 妙怪就怪你不及时修了尸身之义 我不听我不听 我就要吃吧 不完你就再跟我去一个新遗迹 打神神 又打熟神 行吧行吧 反正雨林这么大 遗迹什么要随便找找就能有 周边地形我都熟得操透的 往前走着了 什么要侧边就有一个 可惜是没有神像的假遗迹 不信呢 再找找就是了 翻过树丛又找到一个 表姐快来 我这运气绝了 小表妹 雨林有很多小遗迹 你这个一看就不靠谱 什么话嘛 怎么就不靠谱了 又没有神像 欺骗我感情 小表妹 你不去号称人肉导航吗 你倒是找个真遗迹啊 哼 哦来哦来 我再努力努力 都弄成组 总算找到有头又拿的真遗迹了 那等什么 赶紧看遗迹 打学学拿翅膀啊 要去等等 你先别看 好不容易找到遗迹 你给我浪费了 找新的遗迹 耗时有好力 我有办法无限刷遗迹 无限刷遗迹 难道你想拆下来复制神像啊 小板妹别费劲了 众所周知 拆下来的一记神像是不能被禁我的 哼 这你就不懂了吗 我的方法当然不是暴力拆神像啦 而是能用车间刷出来 这个方法可是小伙伴偷偷告诉我的 为了这个无限神秘药大剑 我可是收集材料准备了好多天 擦了眼睛看好了 蓝色机械车间 驾驶座 还有正轴方块 动手开工 起码周围多余的方块全部敲掉 清除障碍 封面车间工作 留下最主要的遗迹头像就可以了 接着用方块把遗迹团团包围住 最后放上正轴方块 驾驶座 还有定时块 小伙伴 你这不就是刷矿时的机器吗 这个窝斗 想想之后就能够把遗迹头像给复制出来 是空的 小伙伴的方法行不通啊 这只是第一步还没完呢 回收机械胶囊后 得用另一个车间刷出来 遗迹头像一定要承受重栏的方向 不然是刷不出来的 载着机械胶囊 刷头机就出来啦 小伙伴还是一个神像 没有变多呀 别急嘛 再点击双城 又一辆刷头车就出来啦 用班式回收机械 需要的时候再载入 就可以实现无限刷雨林什么样了 刷出来的遗迹头像 也是可以用雨林这样开启的 快看 后面已经横缓出去 最巨大的什么样了 小表妹真上你的 那里面的蛇还带不带啊 只看了看就知道啦 果然有雨设施 你才暴化 这样一来 想到多少游戏就有多少只 一记得再踩到 浪漫就再画一座 再也不用多闻洗泡褶材料啦 美滋滋